是婆婆希望你们离婚 是的 就是25号开庭的时候 我们在庭里面调解 她妈就没有进去在外面 别人邻居问她 今天为什么到这里来 她妈就跟别人这样说 那我那个儿子媳妇今天要离婚了 我那个媳妇啊 现在嫌我儿子没本事了 现在要跟她离婚了 我那个媳妇啊 以前我们是不要的呢 她一个书包背背到我们家里来 跪着求我们让她留下的 这是我婆婆说的话 我跪着求她们把我留下 我非她不嫁的 我作为我一个媳妇 作为任何一个女人 你觉得听了这样的话 我在你家问你生儿育女 问你这家务一切 这么多年 我得到了什么 得到你今天这一句 我死地赖脸赖在你家这么多年 难怪你每一次 我跟你儿子吵架的时候 你都赶着我走 婆婆的话如同一根针 直扎宫女士的心窝子 主持人张晏敏锐地觉察到 婆婆的这番话说得绝不简单 为什么婆婆会有那样的句话 当年是你跪着求着 要嫁到她们家来 求着她们留下你来的 宫女士说 婆媳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 结婚十年来 她在婆家遭遇的种种 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而这是宫女士最不愿意触碰的一段往事 09年我们是自己自由恋爱嘛 那是我学校出来以后 她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我跟着她以后 后面就怀孕了 怀孕了两三个月以后 我跟她说 我已经怀孕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解决 他们家人的给我的态度是 反正你已经怀孕了 反正你都是要生下来的 不办婚礼 不给彩礼 你没有钱 你能来一下可以吧 对你是不闻不问 那最后怎么办 最后没有办法 我只能打掉 我去医院的时候 我还亲自打电话给她 她给我的态度是什么 大人也要 小孩也要的呢 我说你家里要有个态度 要个做法的是吧 不是说一句话 要的就可以的了 我们恋爱的时候 他们那边应该都知道了 都知道在问题之前 她已经怀孕了 已经怀孕了 对 她通知了我 有一天就是说 她非常急 她说今天你不过来的话 会怎么样怎么样 那时候我刚好是担任 所有网吧的一个总监 很忙 我说晚一点过来 到了傍晚的时候 她居然说打掉了 我当时非常惊讶 我当时一下子还接受不过来 难道在那之前 你们没有过沟通吗 我一直在等 我们也是准备过去的 他们就吹得太急了一下子 难道你这个 对 总要给我们准备一个时间 我们要过去 比如说表表心意 或者怎么样 真的要引起女儿 所以说我爸妈会讲 女儿也要 大人也要 小孩也要 这个话怎么个要法 我们只能用行动来表示 但是我还没去行动 小孩子没了 那我问一下 小公 是不是你知道自己怀孕的 第一时间就告诉你先生了 是的 好 那从你知道自己怀孕 你把这个孩子决定 暂时先不要 这个之间大概多长时间 应该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应该是几周吧 哪有那么长时间 应该是几周 我已经打电话给他 几周 徐先生 几周的时间也很长了 拿掉以后 第二天 他来了 他爸也来了 后面他进去 问了我 孩子怎么样 我就跟他没说了 我说孩子已经拿掉了 听到我说没有了 立马掉头走了 他也走了 走了 并没有掉头就走了 我还特地问了你的身体 你都说 哎呀 怎么个经过他讲我听 那后来呢 这个事闹到这个地步 你们俩还是结婚了 对啊 为什么呀 后面在一起 我是这样子抱到这种态度的 我说 既然你爸妈没有这个能力管 那我们自己来 你这个人又勤快 刚开始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是不抽烟 不喝酒 不赌博 很勤快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子 我才会再一次选择跟他在一起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 其实在你心里头 是认定了他这个人 对 并且觉得 只要你们两个肯努力 生活是会很好的 是的 我一直都这么想的 恋爱时的未婚先孕 让宫女士从一开始 就处在十分被动的状态 也让她的婚姻里 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婆婆当着外人说的那些话 犹如一根火柴 将宫女士心头的这枚炸弹点燃了 也把宫女士回婆家的路 给堵死了 或许是替哥哥感到着急 徐先生的妹妹 再次拿起了话筒 在他们两个人开店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还在念书 然后我也会经常去他们店里玩 因为嫂子做饭嘛 我哥哥会叫我洗碗 会叫我帮嫂子洗衣服 在我们那边 一般男的都是比较有大男子主义的 一般家务事情 像这种做饭洗碗 一般都女孩子做得多 所以我哥哥 这样子比较体谅我嫂子 我觉得他们还是蛮好的 妹妹的话 能给双方的婚姻带来一丝转机吗 当夫妻矛盾 演变成两个家庭的战争 对于双方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调解团队能够帮助他们 理清问题的癥结 找到化解矛盾的良方吗